大家好,我們夢想成婚的時間了 繼續我Tessy陪伴你們 剛才我跟Ferron說了很多新娘化妝的東西 現在就要實地示範一下 現在首先她會和我們示範中式新娘化妝 Ferron不如介紹一下,你剛打了底部 Martina現在我的頭也設定了 是不是設定了沒有? 基本上設定了 設定了,但就是這樣 不需要有什麼奉冠嗎? 其實我們最後來會幫她加上頭髮 配襯她的臉 即是最後才會開始做這個動作 現在先幫她化妝,是嗎? 是 Martina的皮膚很漂亮 你和她帶了底部,畫了眉眉嗎? 還未畫的 還未畫的 現在是由眉開始嗎? 對,我們現在由眉開始 好,首先我們會怎樣做 Martina的頭髮有一點點中式 我意思是啡色 所以我們會和她的眉眉 會用一點點啡色去配襯 因為如果她的眉眉 我們再加黑色的話 會… 很空上 是 像海道那樣就很危險 是嗎? 因為她的眉眉已經很漂亮 我看到她的形狀 是呀 她只要收一點雜毛 其實已經很OK 其實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本身就不太懂化妝 是應該由中間畫起 還是前面 還是後面這樣畫呢? 由前面開始畫 由頭那邊慢慢掃 是 會不會有什麼眉型 有不同的畫法呢? 其實要配合她的面型 和本身她的眉 還要配合她的眉骨 眉骨最高凸起的位置 可不可以指一指眉骨在哪個位置? 其實我經常聽人說 但我不知道眉骨在哪 眉骨在哪 眉骨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要畫高一點 最高的位置就是眉骨的位置 即是那個位置 反而是U型 那個U位就是所得 是的 就是眉山位 是的 我們看到現在有一個 深啡色的眼眉 是的 我們要再打開它 讓它自然 為何還要用這個掃呢? 會令到顏色 打開的顏色會自然一點 因為現在普遍的新涼化妝 都會崇尚自然的 很多新娘都說 很怕化出來不像自己 是的 因為以前是大紅大紫 有金色有灰 有閃粉 什麼都下了 但我看到近年來 新娘化妝偏向淡瓦的趨勢 是的 比較清淡一點 像自己 而且比較清淡一點 因為始終拍婚紗照 結婚過人拍照 是給你一生 一世的 你可能幾年後拿出來 如果你化一些太煙的妝 拿出來看的時候 可能你會 很漂亮 到時你會變成歐 因為以前就是 爸爸媽媽 現在看結婚照 就覺得真的很漂亮 可能人們開始發現 所以就用一些 比較素雅的新娘化妝 還有選擇一些簡單的 婚紗那些 是 我們現在幫你 打開了一條眉 是不是打開了 是 然後我們會做什麼 重點就是化眼睛 因為其實新娘妝 重點都是眼部的妝 主要都是會化淡一點的日妝 用近皮膚色的 是嗎 我今天會和她用Earth tone 什麼Earth tone 啡啡的 就自然一點的看出來 那你日頭拍的照 就會漂亮一點 嗯 其實剛才我看到你 因為打了一個底妝 在蜜蜜拿到 但是其實如果 打底妝之前 會不會有什麼 可以塗在臉上 令她更加貼妝 因為新娘出界那一天 一定會緊張 可能皮膚狀態 不是那麼好的 是 那通常呢 當然她做新娘之前 其實她大約三個月前 已經開始要做好面膜 去保養自己的皮膚 明白 是 即是不可以下個星期結婚 不行了 是 始終都要勤力一點 去做一下面膜 就會跟她先用一些 比較好的牌子的 精華素 上了底線 還有會用一些 水分 gel 打底 即是在打遮瑕膏 和濕粉之前 就要做完 對 會先做這個程序 如果有人說 喝咖啡 是可以去水腫的 新娘是不是要喝很多杯咖啡 這個不是傳說 沒有根據 這個我又不是 嗯 可以 坊間的東西 我自己經常都跟觀眾亂講 所以不用理我 剛才我想先說妝 因為她這個位置 我看到你用這個手法 是比較塗得高一點的 她這個顏色 為何會這樣做 這個深一點 前面是淺一點 是 前面眼頭的位置 我們會用一個淺一點 後面眼尾 這個眼窩 這個眼窩的位置 我們會用一個深色一點 是營造它的層次出來的 你的眼睛看起來會圓大一點嗎 是 會不會是不同的眼型 適合不同的眼妝 當然是 我知道 但是她這個會適合圓眼妝 還是橫眼妝 還是怎樣 她也是可以做到圓眼妝 圓眼會比較好一點 是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新娘化妝 始終是橫眼 始終適合新娘更多 是 其實都要看回 新娘本身自己的輪廓和臉型 去適合 嗯 那你會大概用多少顏色 來做她這個眼妝 三至四顏色 三至四顏色 然後再抹開 是嗎 是 再放鬆它 嗯 很多人會用手指 我們自己家化妝 你不懂 就全部抹上去 然後用手指揉 揉到它好像漸變色 但其實正確來說 應該怎樣做 其實我們多數都是用掃的 但是用手指的原因 因為手指有熱力 嗯 如果你放一些高狀的眼影的時候 就可以貼伏一點 如果用手指上 明白 明白 但多數都是用掃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是嗎 是 現在我看到你用一些 比較深色的 有一點點閃粉的眼眉 眼眉 是 是 我們會做深一點點 眼窩的位置 是 明白的 這個很有趣 我覺得它好像一個半個箭咀 是 這樣就可以做出層次感 會好一點點 麥千娜本身的輪廓 其實也挺漂亮的 如果化妝之後 她的眼睛 是否會突然之間 蓬大了很多 當然會大了 麥千娜是不能笑的 其實我說眼妝 很多人都會貼眼睫毛 或者雙眼皮膠紙 這樣 但它本身有很漂亮的雙眼皮 就不需要貼 是 如果要貼雙眼皮膠紙 我想問應該是貼了 然後再上其他妝 還是在上完妝之後才貼呢 看看你用什麼質素的雙眼皮膠紙 對 因為我假眼睫毛來說 很多人就是化完整個妝 然後再塗 假眼睫毛 但是雙眼皮膠紙 我很少見人會這麼美才塗 雙眼皮膠紙 如果你是 其實主要有兩個質素的 有一隻是近乎膚色的 好像紫質狀的 那隻可以先黏下去 然後再上眼睫毛 因為那個是可以上色的 但另外一隻透明那隻 就不行了 對 因為那隻要你上妝 然後才可以貼上去 因為那個是透明的 你貼上去之後 也不會影響妝 為什麼現在你在抹他的眼窩 你現在在做什麼呢 現在是幫他打回那個 眉骨位的highlight 剛才我們說了眉骨 就是那兩個位置 就要抹好它 是嗎 你用一隻淺色彩膠紙 是嗎 這一隻是 pearl色 是 用來打回那個 用來做highlight 用來做highlight 其實我也看到 Mateena的眼妝 是不是七十八八 是 對 但為什麼不用畫眼線 還沒有 還沒有畫 不知道我自己化妝 就是會先畫眼線 因為我不太懂化妝 但其實是否應該 塗光眼影 然後再畫眼線 新娘化妝來說 你說比較淡的妝 會比較好 是 那眼妝方面 你會選擇怎樣用呢 如果新娘妝 我們也是會用 高狀 或是Liquid狀的眼妝 因為是比較長時間 因為始終新娘妝 是會長時間 對 是 還有就是要選擇 用了也不會太過分 可能用了更漂亮 要防水 要防水 一定 它可以防水 是啊 我等一會去測試一下 它是否防水 強上沒有 好了 我們現在到眼下面這個窩位 這個是 是不是打好像有一點 smoky eyes的感覺 打回下面的陰影位 現在是 都是做highlight 都是做highlight的感覺 當然要在這個位置做一些highlight 那眼睛就會更正 就會有神很多 就會有神很多 對 Veron 我想問你 其實新娘有時候 由早到晚的時候 眼下部這個位置 會經常很容易出水 或者出油 那你會用什麼方法 或者 什麼顏色 什麼筆去畫它 其實我們 最主要在她眼肚的位置 之前已經跟她下了這個 concealer 然後我們盡量會用高狀化妝品 令到她會持久一點 會不會是防水的 高狀化妝品 對 當然 所有東西都是要防水的 其實新娘的妝 即是她現在整個妝 都是防水妝 對 即是你下雨都沒事 應該 當然 有時候新娘她哭的時候 我們都要立刻幫她補一點 她現在的下眼線 她是畫了全部的 還是只畫尾端呢 我們會只畫尾端 因為始終日妝 如果畫了整個眼睛 會很誇張 我們畫大約一半 讓她自然一點 眼睛大一點 接著我們畫她的嘴 對 因為Mucina的嘴 是比較豐滿一點 像是士多啤梨一樣 你會用什麼顏色來製作 我們配合日妝 用一些自然一點的粉紅色 對 少女味比較重 會不會 會 輕輕的一陣 畫到順形就可以了嗎 對 不需要加些什麼特別的東西 最後來我們要幫她 加一點點唇彩 唇彩 是透明唇彩還是粉紅色 透明和粉紅色都可以 以她這個妝來說 現在我跟她加一個透明的 就令她轉身一點 就光澤一點 對 營造一個玻璃咀 就會更漂亮 因為其實新娘比較年輕 她的妝容都會是粉紅淡 那些妝容 對 因為始終這位新娘子 她比較青春年輕 所以我們還是會跟她用一個 比較BB 粉紅色 對 粉紅色就可以了 即是八搭妝 對 對 之前我們在這些位置 已經幫她做了一些highlight 即補完所有陰影 光影 對 接著我們來最後一個步驟 因為其實她已經設定了頭 很漂亮 看見後面已經設定了所有東西 但好像有點單調 我就在問會不會有那些 鳳冠 或者流蘇波波的東西 其實日妝 日妝的垮妝 我們多數都會配襯鮮花 對 我看見你選用了這個紅玫瑰 加夾 是鮮花 對 新鮮的紅玫瑰 對 那你會怎樣插上她的頭上 我們會用夾 對 因為我看見她很多 是打圈打圈的 為何要做到這個打圈的效果 其實這個是台式髮型 OK 那你就把玫瑰花 順著耳朵邊這個位置 打下來 對 即這邊就是一個裝飾 嗯 我明白 大約會放多少刀 3至4刀 3至4刀 3至4刀就可以了 就側向她這一邊 對 好 另外那邊 我們會配襯少許的襯花 六葉 用來平衡 髮型 對 因為我看到了 你都準備好很多不同的襯花 上來 比較小顆 但用玫瑰桃園為主 也有些葉 那些葉有沒有用 對 葉我們都是用來做襯托 其實 這麼快 麥天娜的妝已經完成了 不如大家看看這個成龜是怎樣 看看 完全變成了一個很成熟的新娘 很有韻味 又有青春的氣色 我們看完這個中式化妝之後 接下來我們會去個廣告 再回來 這個換妝大變身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榮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韓國業都有韓馬功勞 你在哪些行業曾經出力過呢 我又在哪些行業都默默耕耘 透過各韓國業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韓國業 你不用錯過 飲食適香味俱全 是不是有足夠營養的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甚麼才能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以前在電台 甚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一班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跟大家說說近況 聽一下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優質生活 安期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再見 歡迎大家繼續是夢想神 有Tessy化妝師Veron 和我們的模特兒Martina 繼續陪伴你們 剛才看完她的中式化妝 現在動一聲 她已經換了衣服 變成西式晚妝 為甚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極速變妝 因為新娘在喜慶的日子的時候 多數都要一晚換很多套衣服 有中有西 一個極速的變妝方法絕對有需要 所以Veron會說我們親自這樣示範一下 Veron 其實她剛才的妝容是這樣的 現在你會做些甚麼 我會主要替她轉眼妝 不用擦了她還是做些甚麼 這個不需要 因為我會替她轉一個 金金、啡啡的妝容 即是剛才她的妝容 完全保留 甚麼都不用擦 是的 就只是替她換了衣服 戴了一條鏈 戴上耳環 就繼續 你現在加了一些 金金的顏色 是嗎 是的 就把它掃回來 變回襯 她是黃色的眼妝 所以你就選擇用這個金色 對 然後你除了加了金色 會令它滑回 你還會做些甚麼 其實主要的金色 就是用來配襯一件晚妝 另外 頭色我待會也會幫她轉 就配襯一件衣服 對 現在我們看到 已經開始慢慢地把金色掃到眼窩 對 對 你會掃在哪個位置 主要是由眼頭掃到中間的位置 但剛才她是啡色的 對 這個金色和她可以配合到嗎 金色和啡色是可以配合到的 接著你就要掃均勻 對 除了金色之外 你現在掃了金色 接著下一個步驟 你會做甚麼 現在是跟她做眼味做個啡金 即是另外再加深一點的眼妝出來 對 因為剛才的眼妝比較掃淡一點 對 現在這個金色會有起興的效果 這個就比較起興 會不會加甚麼閃粉 或是纖維石下去 會 我們會跟她待會再加閃粉 首先就好像剛才那樣 由眼妝開始 對 那眉的東西是否需要轉 不需要轉 剛才我們看到 Machina她已經開始 轉了一些金金色的眼妝 現在看到 我們Berona已經用了一些 另一種比較liquid 深色一點的眼妝 去補回她的眼影 因為大家都記得 上一個妝 始終是素雅為主 現在就開始加一些閃粉 或者一些厚一點的 膚色一點的眼妝 接著你可以看到 Machina開始變成一個 smoky eyes的感覺 因為她的眼睛本身 有一個圓形的輪廓的感覺 剛才Berona也幫她 修飾了 就更加圓大 現在她加這個閃粉有甚麼效果 在眼頭的位置 加一些閃粉 可以令她的眼睛更精靈 對 因為我看到現在 你在眼頭加後面 因為我們一早已經畫了下眼線 所以仍然是 後面是黑色 前面是有少許閃粉 接著我們會做哪一部分 接著也會幫她 再加少許閃粉 都繼續畫不同的閃粉 但我想問 其實因為 我看到很多 比較濃的新娘妝 都會加一些很重的下眼睫毛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們要視乎看 新娘的眼影 如果現在 Martina這隻眼影 就不需要 配合每個新娘的面型 或者感覺 她的輪廓 來做新娘妝 我們看到現在 Martina 你開始眼窩 是深了 明顯地 是 smokey了很多 這個是不是smokey eyes 其實 少許 不算是很smokey 但就配合她 因為配合她的眼妝 所以你盡量 用這個金色的tone 還有一點啡色 可以混合在一起 其實我本身 我挺喜歡 黃色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穿得好 天天穿得好漂亮 所以她配合金色的妝 是OK的 我們現在 讓她看看另一邊 就幫她 弄好漂亮一點的頭 是嗎 我們現在幫她轉髮型 要轉髮型 要轉髮型 剛才幫她設定了 一個比較中薪 中薪色 現在因為她 穿一個西式的眼妝 的時候 就要把它全部解散 是嗎 不需要全部解散 因為我們做每一個髮型 之前我們已經 預計好下一個髮型 我們要做些什麼 要做一個什麼髮型 所以我們先前 已經設定了 怎樣髮型 頭髮型 現在只是轉少少 就可以了 因為剛才 我還在這裡 以為 Matina會保持這個髮型 頭髮型 會有一點點不太合適 哇 你變了公主 Matina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而且很漂亮 我發覺Matina始終有一點混合 她是比較搭配西式的感覺 現在將她變回公主型態 是嗎 對 搭配晚妝 這個黃色的晚妝 搭配她不錯 但是你的髮型 會不會用很閃 或者會用什麼髮型 我們會搭配她的衣服 其實 是一套的 這個是我幫她配襯的 這個很有趣 這個好像BB 那些 Lace 但是假家庭館 還等人 她化完之後 你再近看一看 其實有很多膠珠 還有一些卷面 有些像蝴蝶結 配上Matina 這個可愛的少女年齡 都是用一些��夾去定位 就可以了 對 方便你再轉妝 或者轉髮型 對 因為我們一晚 可能要幫新娘 轉四五個造型 所以時間很重要 對 因為剛才我們只用了十多分鐘 上一部分 就幫她做了中式新娘的化妝 現在我們這段時間 都只剩下這麼多時間 但要立即變成西式新娘 但很快 這樣定了位置已經可以了 對 我們只要幫她噴上少許噴霧 什麼噴霧 頭髮那種 對 頭髮 我們幫她定型 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 對 在短短幾分鐘內 Matina已經有一個 中國娃娃變成西式的美人了 Ferona 剛才看到Matina 在短短十多分鐘內 已經轉了兩個不同的造型 一個是古色古香的中式套 另一個是西方的高貴可愛型 為何可以這麼短時間 做到這兩種不同的效果呢 其實我們每次接觸新娘的時候 我們都會和她設定一下她的形象 全日的形象是怎樣的 我們由早上由她穿化開始 我們就會一直設定到她 分衫 轉晚妝 我們之前已經和她試妝 試造型 用什麼頭飾 用什麼衣服 我們都會替她配襯 所以在大日當日 這麼注意的時間 我們都要在最短的時間 替她轉妝轉頭 即是你每一個頭 是有一個滑的 即是我做一個頭 拆下來 就像剛才那個中式一樣 即是看到她很明顯 一個中式的後繼的感覺 即是亂亂亂 怎知道原來出來的效果 就是拔兩隻夾 下來現在是西式的公主造型頭 即是一直要這樣下去 是的 我想問你 其實一天裡 你最多試過轉多少個妝 和多少頭 在同一個新娘 最多有七個 七個 那你的髮型方面 會不會很難設計呢 都會 其實髮型可能未必轉七個 但妝也可能會轉七個 髮型可能轉四至五個 那以那個妝來說 因為不是每次都可以 很多時間混合在一起 那你是不是用開那個 tone 就整晚都要那個 tone 都不一定的 我們會用簡單的方法 和她加一點點眼影 加一點點原先的顏色 是的 然後我們再上新的顏色 例如呢 因為我平時下眼妝 一抹就沒有了 尤其它那些是Waterproof 如果觀眾剛才有留意 是的 就有Waterproof 那怎麼下呢 我們不會像一般 晚上我們自己下妝這樣下的 其實我們是會用粉底 用棉花棒 用有一點點的粉底 就是在她眼睛的位置 幫她慢慢印開 令到她變回她原先皮膚的顏色 然後再上新的眼睛的顏色 即是無論任何的顏色 其實都可以用回同一天 真的 是的 沒有什麼難度 儘量都不會去下眼線 或者是Mascara 我們儘量都不會去下眼線 或者是用了一些小巧妙 或者跟西式混合在一起 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其實Martina的個案 其實最主要的 是在她的髮型 那裡 我們就把她 把台式的髮型 放在這位新娘子那裡 台式髮型 是比較立體的 計算可能大一點 做了這個髮型之後 整個人都會 古典味會重了 你會感覺到她是很新娘子的感覺 即是延熟了很多 沒有小女兒的那種跳皮 因為她都比較年輕 始終會比較成熟 又有更多的 但其實那個髮型 你可否用在西式的婚禮 當然可以 只要我幫她轉一些其他的髮型 譬如是一些皇冠 或者是比較閃一點的 的髮型的髮型 已經整個感覺都不同了 因為剛才我看到Mateena 這個造型的時候 她換了一件黃色的腕妝 但你也是配合了一些 比較閃一點的 比較閃石一點的耳環 還有一條鏈 整個感覺都不同了 因為如果觀眾還記得 Mateena第一個造型的時候 她是沒有什麼 在身上的 除了一些花的配襯 和頭色來說 但其實中式的 會不會比較難配襯 我常常看來看 都是龍鳳鴨 金耳環 那些 但年輕一輩可能不喜歡 其實是容易的 其實中式的頭色 我們多數都是用頭花 用新鮮的花 可能配襯不同的花 或玫瑰 衛蘭 都不一定的 也要配襯當日 新娘子的手渣花球 還有 除了鮮花之外 我們可以跟她做一些頭簪 現在都很流行的 一些髮衫 都是以金色 紅色為主 營造那個 很中式的起興的感覺 明白 謝謝你 Ferron今天來到我們的夢想成分 和她說了這麼多 不同的化妝問題 還要和她表演了極速轉妝 如果大家想送一下Ferron的話 可以記得以下的電話號碼 9033-9909 或者到她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 slashFerron1105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